他就住在新北的系纸 卫生局公布确诊者足迹 和相关者接触者 也几乎都集中在新纸一带 因此呢 现在新纸国泰医院社区筛检站 是特别加开时段 来提供民众做筛检 现场情况我们交给记者庞新美 社主播各位观众 现在记者所在位置 就在新北系纸国泰医院社区筛检站 由于女研究员助理爆出确诊 而她的足迹大多都在新北系纸 因此在这里可以看到 现场有许多民众是一早都已经来到这里 来排队做快筛 我们来听一下 现场稍早访问 同一个社区 就是同一个社区 然后旁边动 可是因为会共用电梯 对啊对啊对啊 还是来稍微安心一点 我刚好有跟那个足迹 有同 可能有同叠 到加勒府 记者加勒府 我也不知道他们怎么会那么巧 就刚好又到老 因为为了怎么样 为了安全 所以说孩子要来这边筛检一下 据了解 其实这里之前都只有开放周一到周五才能做筛检 但因为这名南港研究院P3实验室女研究员助理 住在新北系纸区 包含远雄广场药装店和便利商店都有她的足迹 再加上裁减CT值低 病毒量高 因此系纸国泰社区筛检站 原本仅开放平日上午时段增加了昨天下午 和今天早上八点半到十一点开放民众来做裁检 卫生局也呼吁如果民众有疑似症状 而且足迹与确诊者重叠 就要尽早来做医院裁检 院方也表示不限人数 只要今天早上有来的民众都会来帮你来做裁检 以上最新情形主播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